第1集配搭 第1集配搭 哈嘍大家好我是殊我 哈嘍大家好我是Jeff 今天跟大家分享 Jeff他們新影鏡的小G8的手把 那開始分享前想先問一下 取這個G8不會造成困擾嗎 其實還好啦 因為像小G系列 還有除了G系列還有X系列 那就是12345 那剛好G系列出到G8 那所以就沒用這個名字了 這次就叫G8 聽起來就是合情合理 那其實Ryo之前也有買過 它的小機的X2還有X2 Pro 然後後面還有出到X3 但實際接觸我覺得 G系列的握感感覺是比較好的 那借一步來說的話 我覺得對於部分朋友來說 應該是比較理想的 因為G系列的手把更加貼合我們的手掌 不懸空握起來自然而然 也就更加舒服 加上實際把玩一下下後 就會有想要入手的衝動了 沒錯 那由於 因為來店裡嘗試過的客人 只要一試過他們就會馬上買單 我會覺得非常的神奇 而且這支G系列 可以提升對於我們手遊玩家 更好的舒適更好的握感 OK 所以那事不宜遲 接下來就帶大家了解一下 開箱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配件的部分 好 那它的配件的話 依序有G8手把主體 柴米小卡 貼紙 說明書 以及備用搖桿頭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手把的部分 其實拿在手上的手感是很不錯的 那重量大約落在252克左右 那設計一樣採用延伸的概念 這部位你可以自由拉長 來置放各種不同尺寸的手機 加上內部的Type-C接口 依舊保有活動式的設計 好 因此即使是Type-C位置 比較另一類的手機 安裝上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橡膠墊有做開孔的設計 主要用途就是減少手機 在安裝進去手把之後 會有聲音被阻擋的問題 好 不得不說有可能到這點 也不難理解 原廠蠻用心在G8的設計上 好 再來按鈕呢 採用的是插發布局 而且很特別應用了兩色來區分 好 我想可能就是為了 減少玩家誤助的考量 接著搖桿採用的是 主流的貨爾搖桿 加上背對稱式的設計 實際上手操作感受很不錯 好 那大家可以放膽用力的玩 因為還有備用搖桿頭可以替換 那搖桿下方配置的是 機械設計的十字方向鍵 以及截圖與M功能鍵 右側則為Home鍵 另外呢 左右上以保有視窗鍵與選單鍵 整體設計上來說都是相當淺顯易懂的 好 加上玩家在意的肩鍵呢 也是採用霍爾板機 除了用料實在以外呢 回彈效果也很不錯 那LB與RB呢 則是微動按鍵設計 兩兩搭配是很OK的 不過兩者對比你會發現 後面板機的聲音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最後呢 手把下方呢 配有音源孔以及Type-C供電孔 這部分講究聲音的朋友可以外接耳機 而供電孔則是可接可不接 好 因為手把可以透過手機來進行供電 當然如果你要長時間的續航的話 就建立接上Type-C來進行供電 好 壓桿後方也還有小機產品 不可或缺的備件設計 就整體的布局來說 非常符合遊戲玩家理想的設計考量 而且在左右手把背後 還有防滑設計來增強它的握桿 這點也是很加分的 好 那Leo最後一補充一下 備用搖桿頭它T1很簡單 因為它的左右兩側手把 是採用磁吸設計 所以你只要撕一點力 就可以把它取下 那除了可以自行T1搖桿之外呢 長時間使用要清潔也是OK的 這部分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相信大家對於G8手把 應該有一個基礎的概念 那接下來就請Jeff 帶大家看一下G8的特色 好的 那Jeff接下來就是 使用我的iPhone 15 Pro Max 做個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次G8手把呢比較特殊的就是 它已經將我們鏡頭的部分 完全給拍錯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以前在安裝的時候 iPhone的鏡頭是比較大顆的 所以說我們在安裝 手機會凸起變得不平整 那這次呢它是整個 做得比較深的 凹槽比較深之外呢 我們的鏡頭就可以平放在裡面了 就不會有凸起的狀況 那再來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我的手機殼算是 偏厚一些些 如果說你的手機殼是比較薄的話 我們是可以直接安裝上去的 但是因為我的手機殼呢 是比較厚一點的 所以說我必須要把手機殼拆下來 才能夠做完全的安裝上去 如果說你今天的手機殼是比較薄 或者是底殼部分比較薄 那我們是直接插入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最後 如果你以言是iPhone 15 又是手遊族的話 這隻小機G8真的非常推薦你入手喔 原因在於iPhone 15 可以直接TAPE C直上 而且完全不需要各種設定 就能支援NFI協議的各種遊戲 只要接上手把後 登號顯示白色PS5模式就可以操作 如果顯示其他顏色呢 我們只需要同時按住上面兩個按鍵 就可以做切換模式 我們切換到白色模式後 就可以直接對應到遊戲的人物以及操作 相對於單純使用手機虛擬音色來操作 遊戲體驗的感覺會有很大的落差 而且手機本身偏小 對於像我一樣手掌較大的玩家來說 久握會有明顯手痠的問題 但是透過手把加持以後呢 不但有防滑效果以外 還有更好的按鈕搖桿來做輔助操作 能讓遊戲操作變得更加得心應手 還能大幅增加遊戲的勝率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iOS目前沒有他們官方的APP可以使用 就算有 那目前G8也是還沒有做一個登錄 所以說只能夠玩NFI協議的遊戲 一些需要按鍵印射是不能夠玩 所以算是比較半慘 那如果說你跟Leo一樣 是安卓派別陣營的玩家 那非常恭喜你 就是他們的軟體呢 是可以完整的做一個使用 非常完美的契合 那接下來就給各位看一下吧 在安卓手機上呢 支援性是相當強的 因為有配套的小機遊戲世界APP 裡面就直接秀出 可以直連直玩的遊戲類型 包含印射遊戲也是一樣有支援 像是忠實的原神玩家 如果在手機上玩不久的話 可以嘗試加上G8手把 只要透過按鍵印射的配置 也能操作得得心應手 雖然原神也有PC端 但是透過手把的搖桿來控制 你可以讓很多手遊玩出PC端的體感 總體來說是非常加分的 就支援性來說 很多遊戲都能直接操作 不需要另外做設定 對於只喜歡玩懶得研究的玩家來說 G8應該算是很夢幻的手把之一 當然如果你有自己講究的按鈕位置 也能從APP中來自行設定 如果沒人教你也不用怕 裡面直接就有G8的各種功能與連接教學 只要參考官方的說明一步一步做 新手也能短時間上手喔 好那今天Rio也補充一下 就是安卓手機不一定每一款都可以直接插上去使用 因為部分的手機是需要打開OTG功能 它才有辦法供電跟手把做一個配對 好那開啟的方式其實蠻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可以到你的手機裡面 找到這個系統設定裡面有一個系統管理 然後通常會有一個管理或關於手機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找到你的這一個 這個手機的版本型號 那通常會在軟體版本或者是型號的地方 你去點擊它6到7次它上面會出現 在幾個步驟就可以開啟開發能的選項 好那點開好像我現在目前已經按到指定的次數 它跳出這個已經啟用了 然後你就是回到上一頁 一樣在系統的地方 下面理論上就會多出一條叫做開發能的選項 那你就把它點進去之後把這個開關打開 然後呢按下確定 然後往下找到一個USB針座 其實這個也同樣意味著是OTG的功能 打開之後按下確定 這樣子就可以正常的跟手把做一個配對 這個大家可能要花一點點時間稍微理解一下 好再分享一下就是 虛擬映射的部分也很簡單 你只要打開這個 它的專屬APP的對應介面呢 然後拉出搖桿 並且置放在遊戲的虛擬搖桿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按鈕的部分也是一樣 直接點選拉出來 然後再放到虛擬映射的按鈕上即可 那建議這部分就是 也是這樣稍微花一點點時間 學習理解一下 對於未來這一種 映射的手把的話 你的操作速度會更加的快速 好現在你有挑了一款核心彈頭 那也做好按鍵的映射 那這邊就補充一下 就是基本上映射設定好之後 其實會減少 就是你在螢幕按壓這個時候 有時候會比較容易誤觸 因為你直接把它對應到這個 上面的這個按鍵的話 其實控制來講會比較順手 而且你上面還有多的肩鍵嘛 所以你還可以做一些輔助按鍵的操作 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映射的部分匹配上去的話 這個對玩家來講是絕對非常的加分 而且這個按鍵的位置 你可以隨時透過它這個地方 自由去調整 包含左右搖桿 也可以用來控制像視角 或者是人物的一個移動的部分 所以這個基於操作來講 我覺得你只要上手以後 你會發現有這樣子的映射的 這個虛擬的搭配來講 是非常棒的 這部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大家分享差不多 各位登陸啊 基本上小雞G8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可以讓大家的手遊呢 有更好的操作體驗 那反觀它呢 唯一一個比較可惜的缺點呢 就是針對iPhone主來講 暫時還不支援虛擬映射的遊戲 不過我覺得 這家公司其實非常的厲害 而且他們有著重在日後的更新 所以我覺得可以多多留意官方的動態 或許未來呢 是可以直接支援iPhone的部分 那至於哪裡可以摸得到G8 以及它的售價多少呢 這部分就請JF跟大家做個分享吧 好 目前呢 小雞G8的售價是2580喔 那由於今天影片的關係 所以說也會提供折扣碼 給在座的各位觀眾朋友 再來是體驗的部分 我在台中跟魯州 兩家店都會放上展示機 給各位把玩摸一下 那手機的遊戲呢 各位就自己準備好帶過來 那我們就接上去 直接實際操作把玩喔 好 那大家可以在JF店裡面 去感受一下是不是操作起來 就像剛剛影片測試一樣這麼順手 我自己是覺得 對於手機遊戲來講 有很大很大的輔助性 而且它的手感真的很不錯 蠻推薦大家可以參考的 那有兩家店面 包含這個價格的資訊 如果有折扣碼的話 也會一併整理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也感謝今天跟JF的合作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介紹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都差不多 有一個人pekt口 是 人都可以露出 謝謝 我有一個 現在